当一个日本女人被侵犯 他们不敢声张 因为害怕惹来全国的声讨 30岁的伊藤诗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他将悲惨遭遇攻之于众 换来的不是同情 而是被指责生活不检点 被质疑 一个巴掌拍不下 甚至被打上荡腹标签 沦为国民笑料 明明是受害者 却遭到二次羞辱和斥骂 很难相信 这是发达国家日本会出现的怪象 愤怒的伊藤将此事命名为日本之耻 作恶的那日 是日本著名记者山口静止 此人不仅是东京电视台驻美总编 更是时任首相安倍的铁杆好友 2013年 在酒吧兼职的伊藤 一眼就认出了著名记者山口 见到青木仪九道五下 伊藤情不自尽 主动上前自我介绍 并得到了山口的联系方式 两年后 刚毕业的伊藤 给山口发了封求职邮件 希望对方能帮忙安排实习工作 让他大喜过瓮的是 山口不仅爽快答应 还提供了远超伊藤想象的职位 可单纯的伊藤哪会想到 美味而料背后藏着锋利鱼钩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又怎会无私相助 很快 两人相约在餐厅见面 几杯清酒下肚 伊藤顿感头晕目眩 很快便一时模糊 不知昏迷了多久 一阵剧痛 让伊藤瞬间清醒 此时他一不避体 而道貌黯然的山口 正在做苟且之事 陷入的伊藤根本无力反抗 当不堪的回忆再次浮现脑海 伊藤已是满面泪流 当时他曾大声斥责 山口圈一脸满足地告诉他 你拿到工作了 伊藤顿是感到巨大的羞辱 因为他从未想过 用清白来换工作 经历了五天痛苦纠结 伊藤终于鼓足勇气 前往警局报案 他坚持山口对自己下了药 可因超过药茧时间 无法取得关键证据 狡猾的山口也抓住这点 就反咬一口 他在电视节目中污蔑伊藤 说他当晚不仅意识清晰 还积极地参与其中 证据就是 事发第二天 伊藤曾主动给自己发过邮件 其中并未谈及侵犯之事 对此 伊藤感觉荒诞可笑 未提及难道就是默许吗 而警员对此事的态度 更是令伊藤心都凉了半截 2017年 日本女子伊藤诗之 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 瞬间引发新闻海啸 他在视频中详细描述了 自己被侵犯的全过程 时报者正是首相安倍的御用记者 山口禁止 案件调查被高层叫停 地方法院更是撤销了诉讼 背后的保护伞 竟直指时任首相安倍 淘天的诠释 让伊藤惊惧无助 甚至他家楼下都出现了 钉烧的车辆 强烈的生死危机 让伊藤意识到 只有被大众关注 才能确保自己 不会以外失踪 这才使他不顾屈辱 向公众曝光了山口的兽刑 同时伊藤还怒斥日本警方 当初报案时 三名男警员命令他仰卧床上 拿一个仿真人偶 在伊藤身上摆出各种姿势 声称这是在还原现场 还全程拍照 刺眼的闪光灯 让伊藤阵阵反胃 他感到无比的冒犯和屈辱 于是伊藤强烈要求 换成女警员 却遭到拒绝 因为整个警署 只有一位女交警 日本现役警员数 约为26万 其中女警数量不足2万 当女性受到侵犯时 他们不得不向男警员 描述侵犯细节 这本身就是对受害者的 二次侮辱 这也造成日本女性被侵犯后 宁可默默忍受 也不愿报警 根据联合国统计 世界各国的性侵案数量 日本远远排在87位 这背后却是无数 沉默哭泣的日本女性 因此伊藤在电视中振臂高呼 要勇敢捍卫女性权益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正直的女性 却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诋毁 一些自媒体煞有其事的 编造阴谋论 伊藤的社交平台下 更是充满了网友的羞辱谩骂 更有甚者将伊藤家人的照片 发到社交平台上肆意取向 这样伊藤每时每刻 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而最令他感到气愤的 是同位女性的山田议员 他在一档节目中公开嘲讽 他相信警方的调查结果 在他看来 伊藤不过是讨要好处未遂 恼羞成怒罢了 如果女人真的爱惜自己 就不该明知苦男寡女 还同意喝酒 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 自以为是的站在高处 对受害者进行偏激的二次伤害 迫于舆论 警方重启了二次调查 而公布的结果 确认伊藤再次失望 根据现有证据 检方认定 山口侵犯事实不成立 维持原判 并不再受理此案 另一边媒体为山口举办了庆功宴 不仅如此 山口还口出狂言 要状告伊藤 对他的名誉侵犯和精神损失 过分的言辞 终于激怒了日本女性 日本的强奸法案 可以追溯到1907年 之后的一百多年 都没再修订完善 强奸犯的最低量刑 甚至比盗窃犯还要短 不仅如此 法案对强奸行为的界定 也非常奇葩 仅限对方是陌生人 且受害者要有明显反抗 方能定义为侵犯 若是发誓没有呼救反抗 或是双方本就相识 尤其当事人若为醉酒状态 则更不能认定为侵犯 但调查显示 在日本有超过九成的侵犯案件 都是熟人作案 很多受害者都曾因过度恐慌 出现昏厥 导致无法呼救反抗 法案的不完善 导致日本女性被侵犯后不愿发生 依然是日本文化中 女性将名声看得极重 其次是即使报案 作恶者也很可能逃脱惩罚 2018年 成千上万名日本女性 冒着大雨走向街头 他们手举横幅 声讨日本当局对侵犯案的忽视 声势之大 惊动了时任首相安倍 日本国会也罕见地 将强奸刑罚 从三年提升至五年 这一历史性改变 源自这个女人 伊藤失之 在她公开了自己被侵犯的经历后 得到无数日本女性的支持 她们甚至将其称为金国英雄 很多又相同遭遇的女子 找到伊藤失声痛哭 感谢伊藤的勇敢发声 伊藤也惊讶地意识到 原来日本类似的卑劣事件竟如此之多 这也更加坚定了她 维护女性权益的决心 一方面 她参加各类节目持续发声 另一方面 她走进高校课堂 向女大学生宣传敢于反抗的意识 在她的奔走下 日本政府也逐渐重视 2017年 第一个保护被侵犯女性基金会成立 日本男女平等局 在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 建立了总计41个侵犯危机中心 在听取了官员汇报后 伊藤并不满意 因为按照国际标准 这远远不够 官员被问得哑口无言 只能连连道歉 另一边 伊藤仍未停止对伤口的追溯 她不会停止维权之路 因为这个过程中 令她感到无比充实与自豪 她正在为日本女性 争取应有的保障 纪录片末尾 望着满天秋夜 伊藤涌出泪花 没人知道她此刻的内心所想 案件至今尚未盖棺定论 但事件本身 赢得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推动了日本法案改革 伊藤也凭此获得了2018年 日本最佳新闻奖 衷心祝愿她早日维权成功 让作恶者不在逍遥法外 我是关于员 唱谈纪录片 点赞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